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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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骆子 回来了 怎么着 吹吹想我了 想你个屁想 你骆子没用的货 驴都不想你 你啊 你叫催催试试 看我有没有用 你一臭脚户 你博弈都嫌你脚瘦 把你往外赶呢 你这张臭嘴 好了 不开玩笑 什么事 冯英说了 我河方部队高团长的 谢时多言 望谁 海子 把那石头骆驼 拉这个高团长的去 你今儿里边怎么 住这么多人哪 哪儿啊 山西的难民 那狗日的白匪啊 他是枪魁马魁 打打打打打 那枪子啊 是密密麻麻的 一会儿功夫啊 咱的阎务干部啊 都倒去了 那个血流的 把个白花花的岩池子 染成红的了都 我 这半天收的银元 也就几百块响羊嘛 就这么眼睁睁地 让狗日的白匪抢去 就在这时候 我抬头一看 你们猜 谁来了 谁呀 帕鲁军呗 是不是咱们的富莱喜 是吗 你们是把我灌醉了 让我出洋下子 逗你们开心是吧 哪儿有啊你 睡觉了 睡觉了 坐呀 说半截子话 找死了你 快说快说呀 我要跟你们说了 可得替我保密啊 你拉倒吧你 你串门子都不保密 看打仗你保密个屁 快说 这事可非同小可 这事要说出去啊 那 那事就大了 少卖关子了啊 快说 说吧你这样 快说 好 来的这个人 不是别人 就是咱三十里铺的富莱喜 富莱喜啊 和八路军那个女教老员 打头 带着几个八路军战士 冲着白匪 打打打打打 那又追又打呀 白匪呀 是边打边推 那就是些厉害人 只看着八路军战士 一个个从马上往下掉啊 我这个心一下子 就踢到这喉鲁爷爷上了 好 后来呢 后来呢 什么啊 后来呀 那些过这么几袋烟的功夫 那个钱袋子 是夺回来的 可你再看富莱喜和这个女八路 浑身上下全血 那半死不活的 吓死个人了 那 那 富莱喜有事吗 富莱喜怎么了 富莱喜 这富莱喜啊 这 也就左胳膊上受点伤 啥事没有 我饶了你 命大 好 富莱喜 这么晚的招给人 我要去定边 非去不可 你找这个单子 给我备行李 明天一早我就走 可 大青山黑 哪个高来 在乌拉那山地 乌拉那山地 马鞭 哪个一帅 请请我要回乡里 来 少爺那赶紫人 被国民党反动派收买了 替国民党卖命 在高原上横行八道 崔团长要求我们三营 留守一个林 区域联位单位 分就几个小队 在早树摊一带剿区 什么时候走 今天 现在 你的身体还在恢复阶段 还是留守吧 崔团长要求 你我必须随联队 那走吧 你怎么安排我 好 你身体不好 马肯定骑不了 还是跟着我走吧 好 走 乔大哥 离定边还有多远 还有花十里地盘 我看这天还早 咱们再多走几十里路吧 那可不行 前面有三十里地盘杀了他 那屠匪强盗经常出没 大劫的 威胁的他 不是有八路军吗 怎么还有屠匪 人身上的世子说不完 世上的屠匪你啥不完呢 就那么定 咱只注意了 那明天怎么办 明天啊 明天这样 遇上过路的脚步 或者最好是八路军 咱们搭上方口一块走 行 听你的 走 累不累 累 那就好 这消息准确吗 是兄弟们的消息 准不准 我们只有等着看了 不如发动全营战士 每间隔五十米一个人 在这柳沙滩拉大火 像避狮子一样 把施老教给避出来 这是临时交飞指灯部的 同一行动 不要乱使注意 那就瞎猫逮老鼠 硬碰呗 不许散步消极言乱 好 来来来来 看 陆教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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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知道的 你没事吧 就是他那么突然 让你留守 你非要跟着 没事 陆队教教员 去给教教员弄口吃的 这哪弄去啊 这里孙子比较紧 我送你去休息 陆队教 注意警惕 千万不要让施老鼠给溜了 听到没 是 二门 派上 干事 等一个班 跟在他们后面 记住 保持三百米距离 千万别让他俩发现 干事 保护他们安全的 好 快 是老佑 没机动 传出气 三十里铺子 臭小子 我认识你 把枪快放下 你不放是不是 好 我让你第一个见鬼子 他们的目标是我不会开枪的 兄弟们 八路军打死了我的八姨太 老子今天我找个女八路做姨太 行不行啊 大哥 他们不是还有个供妻什么的吗 干脆兄弟们把他给供了 大部队 你怎么不会太远 能拖就拖 实在拖不了 禁忌行之吧 来 怎么样啊 阿玛 全都在那儿了 十老佑也在 这个老狐狸 这就是战斗 兄弟们 把他们给我弄上来 快去 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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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撤 快 上 上 上 下 上 上 下 下 老实点 老实点 三十里铺的臭小子 你打死老子 你以为我不敢打死你吗 来行 带走 起来 你奶奶的 二妹子 你还没吃完饭啊 我告诉你 村里来了两个说书的 你肯定喜欢 啥 你快吃 吃完我带你看看去 说的啥书啊 瞧瞧你 听了就知道了 走 听起个家来 家有点苗 家住在随得 三十里铺村 来西哥 敲了聪明四个厚厚色 四妹子 就个大大 妹子 到了 喵个溜溜又美妙 妹子 就这儿 她喵个溜溜又美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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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子 你咋啦 你认识他们呀 毛主席号召全国都兜兵 消灭那多样鬼子国土万丈 来西哥儿 四妹子 才把家弃掉 四妹子 她送个歌 是当了八路隽 三十里铺一曲天下传 割车子上 拜 gosp 来薄翼 来 这 gagner 同志 站住 来 同志 我找你们傅来喜营长 他不在营部 还不去 云类 那他去哪儿了 他去剿匪去了 剿匪 对 同志 让我们进去 把给你们送的东西先放下 不行 同志啊 你知道他谁不 是隋德人 不知道了吧 你们吃的粮食啊 可都是他送的来 知道不 是凤莹姐 对 是我 张连长 张连长 凤莹姐来了 好 凤莹同志 欢迎你 张连长 这是我们三十里铺罗马店 给你们送的抗战物资 谢谢 谢谢 太谢谢了 张连长 来洗什么时候回来 这个我还真说不好 来 先休息 洗把脸 先休息一会儿 谁先去 来 坐来 来 走 走来 来 叔叔 让营长和教导员当运动 我们的办法让 传奇想得出来呀 外打正着 外打正着 同志们 障机指示 我们要继续向西移动 迎进敌人 营长 他们这次究竟是正式进攻 还是事态性骚扰 洋庄可能性都有吧 那吉阳和补充问题怎么解决 团部会安排的 安排 我看到头来 又是咱们自己解决的 你怎么这么多废话 金河 出发 冯阳同志 请喝水 谢谢 你们傅营长平时就住这儿 对 这是营部 复营长平时办公和休息都在这儿 你们可真够苦的 这不算什么 张连长 帮我弄成铺盖 我住这儿 你住这儿 嗯 冯阳同志 我作为一个留守连长 没有资格接待你 不需要接待 我就随便住下 等复营长回来 你不能在这儿住 我把你介绍到团部去吧 县城的罗马殿 还有团部 离你母三营太远了 我不怕吃苦 就住这儿 等她回来也方便些 冯阳同志 你是个女同志 住这儿有很多不方便 你们陆教导员 不也是女同志吗 陆教导员是军人 你 好好好 不为难你 你也不用管我 我在这附近 找个老乡家 借住几天 那也不行 我不给你添麻烦 万一你出点什么事 副营长回来了 我可单单不起 这么说吧 张连长 我想等来袭回来之前 把你们这营部 好好收拾收拾 让战士们住着 也舒服些 那更不行 不花你的钱 这银房是临时信的 根本不值得再花什么钱 冯营同志 你还是听我的安排吧 我送你去藤部 这样吧 三十里铺的流氓女 你知道吗 在部队医院当护士 把我交给她 你放心吧 这样 我也得寝室一下 博弈啊 博弈 你们歇一晚上 喘口气儿再走 这个事你就不用操心了呗 回去告诉丽萍姐 我双虎哥 我这一完婚 住几天就回去 好 活着呢 告诉山虎 有什么事 跟陈先生商量着来 你呀 就是个操心的命 你这出来了 就别戳那么多心了吧 好好地把自己的安排好 让三十里夫乡亲们 放心就行了 告诉了喜哥爸妈 我见着他人了 什么都好 这事你就别安排了 我保证让你满意了 行 走了啊 走 走 走 毛女 凤云姐 凤云姐 天哪 我真没想到 能在这儿见到你 来来来 快坐 好 好 毛女啊 你可真不像在三十里铺的女子 倒真像个女兵 都当了四五年女兵了 本来就是了 就是干爸不让 要不当初啊 我跟你一块儿走 凤云姐 在三十里铺 跟我一起来的 有十六个 现在 就剩六个 有十六个 见着来喜哥了吗 紧敢慢感 来了 连个人影影都没得到 我看你气色不太好 我带你去吃点儿东西 好好恢复一下 毛女 你跟我说实话 来喜哥杀烧回来 冯云姐 我跟你说 我知道你着急 行军打仗 啥都是变化的 谁也不能下个准话 哦 我明白 来 那喜哥是好样的 在云边 没给在三十里铺丢人 包包面面做得都非常优秀 肯定脸上争光了 那有女子黏糊的没 怎么 你放心 人家都说 迷纸的婆姨 隋德的汉 有名去了 能放心得了吗 你别说 在我们卫生队里 还真就有几个护士 看上来喜哥的 你放心 有我在 有你在有啥用啊 你还能天天照着人家 可是我有办法呀 我把三十里铺的歌 给他们一教 把你这活菩萨样 跟他们一说 再把你是罗马甸大掌柜的 跟他们一吹 行了 再也没有人 让我介绍来喜哥认识了 珊瑚这曲子唱得真好 可把咱三十里铺的名 强大了 珊瑚 我总算介绍你的任面面了 这不是这几天 一直在忙田里的事吗 还不错 脚踢手罢了 把那上万亩地都种上了 起早贪黑的两头忙 把你给累坏了 不累 没事 以后你光动嘴就行了 不要再动手了 别 我习惯了 凤云这一走 你又不愿叫我姐了 姐 还是我那话 你就全当我是个骡子吧 咱别再扯那事了 还好处 还自在 你说 凤云这一走 还会回来吗 会 会回来 可是他连嫁妆都带走了 分明是要去结婚吗 但愿他心想事成吧 你以为他结不了婚 你见得当兵得多了 白军咱不说 八路军里头 团长也罢 营长也罢 你看哪个是带着家眷走的 真是这样 就算他结了婚 他也没有资格随着部队走 那不是又把咱凤云 闪在半路上了吗 这不是闪下谁的事 仗打不完 谁也别想过好日子 凤云姐 三十里铺我变成啥样了 三十里铺没怎么变 就是人变得厉害 我听说国民党和共产党 封的抗战烈士就有大几十号 差不多家家都有 打仗没法子呀 咱们一起玩的那些同伴 不是国民党部队 就是共产党部队 都走得差不多了 也没了不少 可惜我那不争气的哥哥 给白军当了炮兵 我知道了以后 气得我 他找不着对象 又嫌村里苦 被白军给骗走了 当时我想拦 可拦不住 算了 凤云姐 那么大个罗马店 你能当掌柜的 真了不起 这本来不是一个女子 能干的事情 可别人靠不住了 敢把硬是把我给护住了 我听莱喜哥说 你也七灾八难的 老实不顺 人多事多 我差不多死了好几回了 怪不得莱喜哥一提起你 眼圈就轰 我刚二十出头 我刚二十出头 可经历的事情 就像八十多岁的 你可别胡说 盲女 不怕你笑话 真真假假 我都结过两次婚了 还不知不觉 被别人骗去吃了羊烟 姐姐 你 不过你放心 有广级堂的陈先生 我早就戒掉了 姐姐 你受罪了 受罪我不怕 只要能和莱喜在一起 吃什么苦 受什么罪 我都觉得值 毛女 不是姐姐心眼儿小 不过 那个卢欣扬 我见过 他老跟莱喜哥在一块 我也知道 莱喜哥当连长的时候 他就是连指导员 莱喜哥当副营长 营长的时候 他就是营教导员 你说 他们俩 冯莺姐 你相信莱喜哥吗 我当然相信呢 那你就不要胡思乱想 折磨自己啊 人说铁打的银盘流水的冰 自从那个卢欣扬 本来喜哥接到这儿 有三个年头了 他们俩怎么还在一块儿 部队上有纪律的 人心都是肉长的 天天在一块儿 那不就硬到眼里边了 硬到眼里边 不就硬到心里了 姐姐 可不敢乱想 隐隐乎乎的 我听乔罗子说起过他们了 说他俩走得特别近 每来看一会 他俩都在一块儿 我的好姐姐 你就别胡思乱想了 毛女 说了半天 你有对象没 有 也是个营长 那陆欣扬有吗 没有 那他还等啥 姐姐 你可是罗马店的大掌柜的 胸襟那么大的 怎么一下子 小的成了真屁股痒 我呀真把你服了 毛女 那你咋还不结婚 我不能结婚 为啥呀 把鲁军有规定 我呀真把你服了 我呀真把你服了 啥规定 简称二七八团 意思就是说 男方必须满二十七岁 八年党龄 正副团级职务 才能批准结婚 部队上打报告的人 多死了 条件不允许 都不批准 二七八都 怪不得 二七八都 冯云姐 你怎么了 冯云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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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来人 快来人啊 你不知道 寻愿 你都凑得 我 一声 走吧 要 你想 我 咋还没睡呢 一个人能叫睡吗 那叫挺尸 一天一天 一年一年 就这么挺着 一直到挺不起来的那一天 我明天早上 还得去水区上看看 我先回去打个盹啊 上虎 就当你是骡子 陪我坐一会儿 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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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稍胡 姐的心思 你都明白 我都懂 姐 真的 可你不能 从你那儿想这事 这 稍胡 你就当我是一个娇花子 是你身一指头 就能活过来的人 我不要那么多 我就要那么一丁点 姐 你别这么说 我 你这么多年对我的好 我都懂 我都记在心上了 我便驴便马 都报答不了你 好珊瑚 姐 我 我还没说完呢 你要是不愿意 那就傻呀 别说了 傻呀 傻到家了 正说反说我教都教不会 这没结果比你更傻的人 徒儿 谁 哎呀 陈先生 你吓我一跳啊 快改改你这老毛病 深更半夜的到处胡乱窜 你 你不让我窜 那你窜啥呀 我这跟你不一样 我这是轮流值班 严防坏人进村破坏 那算我一个行不行 你 不行不行不行 这些呢 我是属于夜猫子的 天一黑我就来精神 我要出去走个大半夜 要不然我睡不着 睡不着觉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别整天爬东家的房 翻西家的墙 影响一村人的安全 是我们大伙的事 我非管不可 我就听听房事 我也没做别的 回去回去 明天再给你慢慢理论 那你值班用梯子不 快快 那回去回去 你 你用你找我 有毛女 长长 慧阳姑娘到了 怎么不告诉我啊 张园长介绍到我这儿的 我们俩是老乡 他可是我们团的贵客呀 副营姐 崔团长来看您了 崔团长 别动别动 别客气 知道您忙 没敢打扰您 你送的粮我都吃了 人还没见过呢 真是个少见的俊女资啊 她怎么样 长途跋涉 人太疲劳了 吃饭休息很快就能好 我没关系 让您操心了 没什么大病啊 我就放心了 崔团长 你们修想啊 崔团长 你读我 不得了什么 要求得了吗 把它和公司 一样 我当时的 Peyton 还要买一个小时 就算是不足养 在外面的时候 就在眼里 你不能女生 我和她们 冯营姐 你放心休息 用不了几天 她就会回来了 那您就不能准她几天假吗 这会儿啊 真不行 那她在哪儿 您告诉我 我找她去 封莹啊 来袭在执行任务 这会儿在哪儿 我都说不清楚 搞不好 都不在定边境内了 执行任务去了 就很难联系了 我走了这么远的路 连一面都见不上 三年两年都等得了 你既然来了 就多住些日子 一定会见到的 崔团长 我想知道 你结婚的年龄是多大呀 您问这儿干啥 我想知道 说出来呀 不怕你们笑话 我呀 八岁就结婚了 老婆和我同岁 十五岁原房 十六岁 我就当爹了 崔团长 你结婚 可真够早的 我那都是封建包办 崔团长 要是来袭哥回来了 我们申请结婚 你能批准吗 你们两个姑娘绕来绕去 原来是绕这个事情啊 俗话说 拿人手软 吃人口软 崔团长 这儿啊 凤云姐情况特殊 您就松一回口吧 怎么样 崔团长 这样吧 来洗回来 叫她写个申请 团里头研究一下 崔团长 好 凤云姐情况特殊 您就准一次呗 这个事啊 真不是我一个人 就能定下的 回头啊 我找政委商量商量 争取吧 老女 你帮帮我 干啥 我要和你一样当兵 你当兵 这样隔三差五 我就能见着来洗割 那也比我一个人 呆在三十里铺墙 那不一定 当初她刚一走 我就后悔 后悔没能和她一起走 凤云姐 你又在犯傻了 我好不容易来一趟 死死活活 我都得见着她 要和她结了婚 从前往后 再也不能后悔的事了 可是凤云姐 这里是部队 有纪律的 不像是在三十里铺 可以由着你的性子来 纪律 纪律咋了 就可以没有人情世故 那每个战士都有一个相好的 在部队里成天腻腻歪歪的 那谁还去打仗杀鬼子呀 我没出息呗 没有来洗割 我就没了魂 好了 凤云姐 我们回去吧 一回去晚了 我又该挨处分了 走吧 珊瑚 你是不是睡不着啊 你别装了 我知道你没睡 我知道你没睡 我也睡不着 上火 不着 sitten 别说话 别说话了 火 我知道你喜欢疯瘩 可疯瘩是负来洗的 我本来也想 陪老掌柜一直到老 可是他却走了 好弟弟 你就抱抱我吧 姐不会纠缠你的 你啥也别说 我啥都不想听 你啥 我啥 我啥 我想把什么都给你 可 你啥 虎儿 别的傻得我说了 我就希望你记住我这句话 不管白天黑夜 春夏秋冬 我的心 还有我的门 都为你开着 姐 你干啥去啊 崔团长也太横了 我想结婚 连打报告的资格都没有 想跟莱喜哥见上一面 那都不允许 冯云姐 冯云姐 等等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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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